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千年女优 我愿称她为全世界最好的爱情片 谁说男人就不懂女性爱情 在日本这位男大师的描述下 孤独40年的女性究竟会绽放出何种光彩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女主前代子是奉鸣全球的女演员 可是在最红火的时候却突然隐居山林 如今已达70高龄 没有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这位当红巨星放弃利益 放弃未来 男大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存在吗 所以身为前代子的忠实粉丝原业 他决定带着助手去山里采访钱袋子 而如今的钱袋子早已一头白发 那不再亮丽的脸庞 难免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有多么的美丽 原业并不是毫无准备就来进行采访 而是拿出了一把钥匙交给了钱袋子 看到这把钥匙的钱袋子突然笑了 那些成年往事一下子全都浮现了出来 他难得接受采访 这次他决定给原业讲出自己的一生 那还得从二战最激烈的那几点开始说起 那时候的他就是一个普通女孩 还在念初衷的他却被影影电影公司看中 不过思想脑就了母亲 却拒绝了公司的邀请 在那个年代女演员不被世人欢迎 很容易被人联想成不要脸的女人 这样家族人就会受到旁人的指向 母亲没有跟自己商量 就拒绝邀请这个行为 让钱袋子特别不满 在他出门时被一个男人撞到 本来不爽的心情 随着男人伸出宽厚的大手 突出一句对不起和烟消云散 男人没有过多停留 等他离开后 就有人最爱询问钱袋子 有没有看过那个男人 地板上的血字让钱袋子顿时紧张 在掩埋之后 他随便说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然后就去寻找男人 将他藏在仓库内 钱袋子在看到这个男人的第一眼时 就猝不及防地喜欢上了他 两年交谈后 得知男人的身份是一个画家 梦想是在战争结束后 可以回老家的雪原画画 男人和钱袋子约定好 以后一定去家乡完成画作 不过在这之前 他需要先去满洲 和自己的朋友并肩作战 原来拿出来的钥匙 在当时是挂在男人的胸口 他说这是打开最珍贵的钥匙 可这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钱袋子猜不到 现在他也要赶紧回家了 两人拿个约定 等明天 钱袋子再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等到明天 钱袋子放学后 藏库那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坛血迹 而那把钥匙则被丢在这里 钱袋子想要寻找 却无从下手 结果却被人告知 男人被追杀他的人找到了 钱袋子跟随消息 一路跑到了车站 可是却压根没有见到蓝人 于是在钱袋子的内心中 多了一个承诺 我一定会去见你的 最后当女演员这件事 钱袋子还是同意的影音公司 因为他认为蓝人一定失去了满洲 钱袋子的影视生涯 就以这样的原因而展开 一开始拍戏的时候 他总是因为妄辞 而遭到同玩泳姿的耻笑 可是后来他的演技 却让在场的人都发自内心的佩服 没有人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但钱袋子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自己似乎是将对蓝人的思念表达出来后 那真实情感就是导演他们想要的 这突如其爱的黑马 让泳姿担心自己地位不保 后来泳姿知道 关于钱袋子和蓝人的一些事情 于是传统的一个算命先生 告诉钱袋子 你的蓝人在北方 有了消息的钱袋子立马抛下剧组 立刻坐上前往北方的野车 但糟糕的是 途中他们遭遇了马贼袭击 大火将他们一众人都给困住 在钱袋子分离拉开车厢门后 映入眼年的不是残忍的马贼团伙 而是自己在誓言的战国公主 之前马贼引发的斩乱 变成了战国时期的混乱 钱袋子试言的工作 发现将军战死后 就拿起旁边的短刀打算自尽 可是厌恶缭绕绕 场景变幻莫测 一个老婆婆突然出现在白烟之中 她交给钱袋子一杯茶水 许诺说 只要喝下这碗茶水 就给当名妇和将军结婚 只要是关于爱人这个字眼 不管是演戏还是现实 钱袋子总能为她奋不顾身 而这碗茶水其实是千年长命茶 只需要勇士在不灭的暗火中饱受煎熬 钱袋子又被骗了 她迷茫地看着自己眼前的将军爱人 划成一滩尘土飘散人间 可是这时 听故事原夜就身穿战国士兵的服装 对着适应公主的钱袋子大汉 他还活着 他只是被抓走了 一句话让钱袋子突然惊醒 最后他脱下衣袍 换上了英姿萨爽的武士服装 然后接上马决定去营救爱人 而原夜却一起陪同 但却不幸受伤倒下了 变幻莫测的场景突然回到了现实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原夜和钱袋子 在重演当年自己演过的所有角色 两个戏骨格外的入戏 唯独住手拿着相机 表情一点梦碧月看着两人 不知道激动什么 钱袋子一直在追寻男人 他在满洲找人 其实也知道犹如大海捞针 所以他想能否自己红火起来 在荧幕上被他看到 那么他是否会来找自己 可是追寻男人理念就从未断过 不管在剧中饰演什么角色 从战国到幕府再到昭和 几乎所有的年代角色他都饰演过 钱袋子将自己变成了戏中人 每一场戏都夹杂车 他在寻找男人的轨迹 他自己有些分不清 到底在戏中还是戏外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大概就是这样诠释吧 而在一次饰演青龙女子的过程中 他走出门的那一刻 又被一个男人撞到 熟悉的对不起 当钱袋子思绪万千 可是还不等钱袋子多说什么 男人就跑掉了 这次依旧是后面有人在追着他 钱袋子想要将钥匙还给他 却被对方告知 保管好 等我们再一次相遇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钱袋子能就给他们 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但却被追杀男人的老大给看穿了 在危机关头 救下钱袋子的海事园业 他脱困后就闯入了漫长的时代洪流 幻化成不同模样的女子 在追寻着男人 即便钱袋没有任何希望 但心中的希望之祸却从未灭过 可是命运就是喜欢跟人开玩笑 钱袋子被能够追杀男人的人送进了监狱 在这里他受到了旁人的嘲笑 可是笑声越大就让钱袋子对男人的执着 假身一分 在一次偶然中 他看见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男人被捕的场景 他找到了他 可是却能就无人为力相见 拼命枪打这战组合两人的大门后 打开时却是另一幅天地 男人已经不见了 可是钱袋子却笑了 因为眼前是一片战争后的废墟 但是在一块废墟上 却刻画着钱袋子模样的画像 旁边还留下着一些字 总有一天 一定 心中的鉴定让钱袋子不断地演戏 不断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一定可以见到男人 无情思念的情感带入戏中 让钱袋子没有迷茫地度过了很久很久 他不断地用戏剧来满足自己的狭想 年近四十 却能救孤身一人 无夫无子 身边想要追求他的人时再数过来了 连导演都被钱袋子的魅力所折服 但是他没有妥协 没有一次放弃过心中的希望 可其实他也产生过动摇 可是在他动摇的时候 胸部的钥匙却总能恰到好处的 和其他物品接触而发出声音 钱袋子就是被这个声音给唤醒 而一次又一次地躲开其他男人的追求 愿意看傻了 哦不 应该是听傻了 后来那个代表着希望的钥匙却不翼而飞 钱袋子着急地让驱逐的人帮忙寻找 可是 却没有结果 希望不见了 执着是否可以被打破 钱袋子随着钥匙的丢失 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男人长什么样了 他就像一个模糊的影子在自己记忆中住逐 最后钱袋子打破了一份思念 却正和追求自己的导演结婚 在婚后生活的某一天 钱袋子收拾房间的时候 钱袋子却在家里发现了那根钥匙 钱袋子的丢失是人为的 可并没有所想的恨意涌上心头 勇子揭开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嫉妒 因为羡慕 所以勇子和导演和离头走了那把 几乎被钱袋子挂在身上的钥匙 导演也发现了那根钥匙对钱袋子的重要性 为了得到钱袋子才出此下策 其实当年没有钥匙的存在根本并不重要 时间的洪流还是冲刷掉了那份记忆 勇子累了 也老了 嫉妒不起来了 也恨不起来了 但现在看来 导演和钱袋子好像还很般配呢 时间还是继续的流逝着 结果钱袋子却在中年时期 才有了关于蓝男的写取消息 当年追杀蓝男的那个人已经成了退伍老兵 他带来蓝男给的一封信 心中说出的战争愈发激烈 终于一天一定会带你去看他未来的天空 我在约定的地方等着你 看完后 钱袋子突然开始狂奔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那个 给他喝钱年长命茶的老婆婆的叫声 钱袋子也在这本跑中变成了公主 青龙女子 还有 钱袋子持有一个目标 想要把钥匙还给他 可是最后就能救 没有见到男人 故事到这里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为什么袁也有贯穿钱袋子整个人生的那把钥匙 他不是那个男人 而是当年他还是营营员工的时候 一次钱袋子拍戏的时候突然地震 他保护了钱袋子 随后就捡到了这把钥匙 从那之后 钱袋子就再也没有出演过 袁也想要知道钱袋子为什么退出影坛 钱袋子笑了 那次地震的时候 他在宇航服的西服 看到那个诅咒他的老婆婆 多次出现的老婆婆 其实就是钱袋子本能 他退出影坛 一直不想让那个男人 看到自己变老的模样 故事到这里 钱袋子突然说不下去了 他病倒了 袁也急忙地送钱袋子去医院 可是却得到了医生的病危通知书 医生还说钱袋子基本没救了 袁也强带着悲伤走进了房间 想安慰钱袋子 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口 钱袋子很感谢袁也带来这把钥匙 打开了他对男人的那些记忆 他对死亡并不畏惧 相反还心虑地说道 自己又可以去寻找那个人了 袁也从追杀男人的那个人的口中得知 其实男人早就在监狱里死去了 虽然他没有告诉钱袋子 但其实钱袋子多少都能猜到 袁也哭着说 你这次一定能找到的 但谁知钱袋子却说 找不找得到不重要了 因为 袁也没有得到答案 但是导演却给了观众这个答案 毕生意的钱袋子 仿佛回到最后一次拍摄的场景 男后说出了 因为 我喜欢追寻着那个人的自己 这部动画是由金敏导演的爱情片 散乱的剪辑让整部故事变得更加虚幻 故事看似复杂 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在现实还是虚幻 可那主题却格外的明显 我爱你 即便穷尽一生 我都想要找到你 到底是需要怎样的动力 才可以让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一辈子 虽然最后结尾 现在则说自己是喜欢追逐过程的自己 但其实越深爱 在迟迟无法相见的情况下 就是会不记得她的样子 故事所讲述的千代子 正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 这种纯粹是多少人羡慕的 与其说千代子用一生去追逐那个男人 倒不如说千代子追求的是爱情本身 欢迎说千代子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 而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谁 许多人替千代子抱不平 但可笑的是 人家根本就不觉得可惜 爱情的天平永远都不会平衡 不是他轻就是你重 过度的在意而去调整 只会让天平无止秀地摆动 千代子没有挣扎 而是顺忠自己的历练去坚持 这是一种痴黄的爱 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做到 但却又特别向往能被这样的人所爱着 也特别向往我们能有一个可以这样追逐的对象 我记得有一句话 不知道是出自哪本书了 上面写着 爱是永不止息的 故事名字千年女幽 这千年从何而来 其实是指千代子的爱情已经跨越了时间距离 那是永恒的爱 也是超越了生命的爱 这部动画是一部成人动画 但并不是指低俗方面 而是小孩子根本完全看不动 即便很多大人估计也看得云里雾里 因为我们都很难遇到 像千代子这样 用我神性的爱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是否还相信爱情 如果愿意相信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相信爱情四个大字 在这事态严调的社会下 似乎只比爱的精神更加重要吧 哦不对 不是似乎 是绝对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对爱情充满了向往 你可能在网络上见到太多的爱情 被现实击败 可我相信你 也应该见过那些最爱成功的人 什么你没有见过 那么我相信你 可以成功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 加油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